马来西亚是一个奉行议会民主的国家 人民通过每五年一次的选举来决定管理国家的政府 不幸的,国阵一党专政多年 我国的选举制度越来越肮脏 选区划分偏差,又领选民涌现 金钱贿赂政治,垄断主流媒体等 都让我国的选举越来越不公平 为的只是保住国阵的政权 2006年11月23日 干净公平选举联盟,简称Berset成立 成员包括25个社团及5个政党 目标是以改革错漏及弊端百出的选举制度和操作方式 2007年11月10日 竞选门举行了第一次的大型和平游行 虽然当天下着大雨 而且面临当权者粗暴的镇压 但是依然有大约4万人身穿黄色衣服 风雨无阻地参加了此次震撼全马的游行 最后成功向国家元首成交选举改革备忘录 写下马来西亚民主运动光辉的一页 三年后 竞选门迈入了另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全律师工会主席安米嘉 被选为了竞选门2.0的主席 标志着竞选门从原本由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运动 转型成由公民社会领袖来推动 2011年4月16日举行的沙劳月周选 是竞选门2.0成立后的第一个民意普选 竞选门2.0成员总动员到沙州 进行选举监督工作 揭发沙州选举 有充斥着滥权、退选、舞弊和不平衡的媒体管道 公开施压选举委员会辞职明治 2011年5月21日 为了能够对选举委员会施加更大的民意压力 竞选门2.0 一决于2011年7月9日 发动竞选门2.0大集会 汇集人民力量 向当权者表达 要求一个公正与干净选举的坚定决心 有请主题定为民主之行 竞选门2.0提出八项主要的选举改革诉求 1.净化选民策 2.改革邮寄选票 3.使用不对色墨汁杜绝幽灵选民 4.公平接触媒体 确保主流媒体不偏袒任何政党 5.竞选期最少21天 6.巩固公共机构 确保选委会反贪会及警方的独立性 7.制止贪污 8.停止肮脏政治手段 该联盟也发函邀请所有朝野政党 包括国阵、明联和非政府组织 一同参与这场集会 竞选门2.0宣布 他们将于7月9日到2点在三个地方集合 即吉隆坡索购物中心 甘邦巴路回教堂 和位于迦兰拉扎劳的回教党总部 然后将游行到国家皇宫 提成备忘录 为了阻止这项和平游行 内政部长Hishamuddin放话警告 将采取强硬的行动对付他们 此外 高等教育部长Kalib Nordin 也警告大学生 禁止他们出席这场大集会 全国副总警长Kalib Abu Bakar 也表示 警方不会发出准证 于竞选门计划于7月9日 所举办的集会 除了国政政府刻意制造的白色恐怖 土著权威组织主席 Ibrahim Ali也扬言 土权也会在当前 号召马来组织及动员支持者 游行反示威 势必要与竞选门2.0斗到底 乌青团也趁机搞局 宣布将在7月9日 同样于吉隆坡发动大游行 白色恐怖过后 警方开始行动了 6月24日 社会主义党巡回活动 遭到警方强硬干预 6人被警方逮捕 同一天 6党团领袖 因出席竞选门推介礼 而受到警方传召 6月27日 国家文学家Sama Zai 因为在竞选门的推介礼上 朗读诗歌《声援709大游行》 而受到警方的传召 6月29日 内政部长Hisha Moudin 正式宣布竞选门黄色T恤 是非法物品 同一天 警方援引社团法令 强行搜查竞选门秘书处 没收黄衣及传单 并逮捕7名职员 面对警方的诸多打压 竞选门2.0主席安美嘉 现意让警方来规划游行路线 并强调自己愿意配合警方 以便709民主之行大游行 能够和平与顺利地举行 国阵政府也企图通过主流媒体 歪曲及掩盖大游行的讯息 他们以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名义 指示各家电视台 每天提成报告 以交代有关竞选门2.0游行的 新闻数量与内容 不准在709当天 播出警方或执法单位 殴打人的画面 必须突出民众制造骚乱 如叫嚣与破坏公务的行为 7月2日 和封区国会议员 Yaya Kuma等6人在获得释放后 又被警方援引紧急法令 重新逮捕 同一天 内政部长Hisha Moudin援引1966年 社团法令第五条文 宣布竞选门2.0 从7月1日起被列为非法组织